下面呢我们来看一下劳动合同的主要内容 内容是核心了是不是 所以考试呢也是年年有题 要求全面掌握是一个高频考点 那么做到以下几个要求 第一个呢这个内容里呢有必备条款 也就是合同里一定要写的 那钱至少你得写啊 还有呢是一些约定的条款 那你就要进行区分哪些属于必备条款 哪些属于约定条款 这实际上是对劳动合同内容的一个框架性的考核 这是一个 另外一个呢要求全面掌握合同期限问题 合同报酬问题 休息休假以及试用期这样的内容 那么这些内容呢 也经常组成一个不定向选择题呢进行考核 大家要特别一起重视 那从考题的情况来看呢 他主要围要是这些内容考什么呢 考的是钱和休息的问题 也就是初题老师和咱们上班族关心的是一样的 这是代数的 你都要重点来进行把握 好 那么我们具体来看 劳动合同内容的第一项 必备条款 其中那一定得写清楚 这个是劳动者是谁 张三李四 用人单位是某某企业某某工厂等等 所以呢 用人单位的名称和劳动者的姓名等等 这肯定是必备的条款 那要不知谁知道合同是谁签订的 对不对 那么这里边除了刚才说这个名称以外 那当然还要包括你的住所呀 法定代表人呢 或者是主要的负责人 那这里边 如果用人单位有两个以上办事机构的 那这里边他在判断题里说 任意选择一家 这句话就不太对了 对吧 应该是什么呢 应当是主要办事机构所在地为住所地 好 这是一个判断性的考点 那么除此之外 大家不用管他了 这是用人单位的第一个必备条款 第二必备条款 除了劳动者的姓名以外 那相对应的也包括他的住址 以及居民身份证或其他有效身份证的号码 对不对 那合同上都有这个号码 那这里边也出现了个特殊情况 因为我们经常会出现人户分离的这种情况 你身份证登记的是外地的 可能在北京工作 那这时候注意了劳动者的住址 以其户籍所在地的居住地为住址 其经常居住地与户籍所在地不一致的 那这时候怎么办呢 那你是用人单位 你想想 那肯定应当以你的经常居住地为准 对不对 换句话说 就是能够找到你的这个地方 好 这也属于一个判断题的考点 那在这个表格里呢 大家以判断题的形式做要求就可以了 这是必备条款的前两个很简单 然后呢 我们来看看必备条款的合同期限问题 这个很显然是一个重点的内容 那么这里边呢 大家注意这个合同期限 它分为以下几种合同方式 那么第一个呢 是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 也就是说这个合同规定了它的终止的时间 这就是固定期限的一年的三年的 这都叫固定期限合同 那么还有一类呢 它没有截止的时间 那就是什么呢 那就是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 那实际上是相当一个长期合同 但这里边呢 你要注意了 不是说你取得了这个长期的无固定期限合同 你就关到保险箱里了 你就任意违反应用人单位的劳动制度 那该开你的该终止的 还应该是可以终止 对吧 这是不违背的 这是不违背的 那大家注意 这是第二种方式 还有呢 就是以完成一定工作任务为期限的劳动合同 那有一些季节性工作的需要 有一些临时性工作的需要 我雇佣你六个月 等这件事完了以后呢 你就可以走人了 那这就是什么 以完成一定工作任务为期限的劳动合同 好 首先大家要能够知道劳动合同分这么三种类型 这就是选择题的考点了 对不对 那么接下来咱们看看关于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什么时候可以定立这种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 那在上一个知识点中 其实杨老师给大家介绍了 如果说你在一个月内缓冲期内跟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 那是正确的 如果你超过一年都与劳动者不签订劳动合同 那是同从满一年的次制开始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是不是这就跟上一讲的内容结合起来了 那这个就出现了 什么呢 第一种定立无固定期限合同情形 就是自用工之期满一年 不与劳动者定立书面合同的 那么这时候你就适同签订了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 这就是什么呢 这就是第一种情形 然后看第二种情形 就是你在这个用人单位连续工作满十年 注意啊 这个十年指的是你在这个用人单位连续工作满十年 不是说你的工龄连续满十年 你在前面工作单位干了十五年 你走了你但是单位干干一年不可能签订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 所以指的是在该用人单位连续工作满十年 这是要记住的 对不对 这是第一个条件 就是你呢 干的比较好 用十年老员工了 对不对 第二个 初次实行或国有企业改制在该单位连续工作满十年 对啊 还是连续工作满十年在这个单位 然后有个且换句话说 它是一个并列的关系 满足这两个条件的第二个 且什么呢 且据法定退休年龄不足十年 你是老员工在初次实行和改制这个过程中 你距离法定退休年龄不足十年 那基本上是老人了 对吧 老先生五岁以上的大叔级别的了 那这个时候你注意也要签订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 那这个呢 我们简称双十认定啊 双十认定 也就是说初次实行或国有企业改制的 他签订无固定期限的情形是一个双十认定 好 这是第二个情况 那你看都跟他在这个单位的一个资格有关 十年是吧 这是个关键词 第三种情况 就是连续定立两次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注意啊 可不是连续两次定立劳动合同 必须有这个定义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为什么 因为别忘了 还有第三句话 就是以完成一定工作任务 他为期限的也属于劳动合同 我今年用你这个六个月 明天要再用你五个月 对吧 那以完成一定阶段性工作 那你签多少次都不能成为签订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依据啊 所以注意这句话 连续定立两次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然后还有一个且的关系什么呢 也是个并列关系 同时他没有规定情形的 那哪些规定情形 自己看书 为什么不给大家列事 那很简单 对不对 你不能违反劳动合同 你说你违法犯罪了 你定两次 你居然出现这个贪污这种行为了 那不可能给你签订不固定期限合同 对不对 好 那么这里边的看书 大家注意啊 就是很好理解 那么比如说患病期间 那这时候一定是医疗期满 你不能从事原工作 又不能从事新安排的工作 对不对 但是这样的 你看自然这个一共的单位 就不能跟你签订 有固定期限合同 对不对 都能好理解 所以我不在这列事 你们自己看一看书就可以了 好 这是第三种情形 连续两次签订固定期限合同 而且没有大的硬伤的情况下 可以在续定劳动合同时 签订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 这是一个考试的重点内容 要求大家能够把握 好 那么这是关于定例 无固定期限合同的情形 那当然是一个重点内容 接下来呢 跟大家说一下 教材中可能涉及 成为判断选择题 这些考点的一些知识点 首先说 第一个 这里边的连续工作 满十年的期指时间 刚才我强调了 是自用人单位用工之期计算 那么包不包括 劳动合同法实施前的工作年限呢 给大家一个定性的东西 它是要包括 劳动合同法实施前的工作年限 因为你劳动合同法实施之前 你也在这个单位用工了 所以也属于为这个单位做出贡献了 这是一个判断问题 第二个判断问题 大家注意什么呢 就是这个公司可能有多家企业 那么这个劳动者呢 他不是因为自己的这个原因 被这个公司的人事部门 从原用人单位就安排到了新用人单位进行工作 那这个时候在原用人单位的工作年限 要合并计算为新用人单位的工作年限 他不是说满十年就得签订 无固定期限合同吗 我又老老实实的到第九年 他拨了到另一家公司去了 因为有的好多老板 好多公司的是吧 所以这时候大家注意 也是对劳动者的一个保护 第三个原用人单位已经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 那么如果说新用人单位解除终止这个劳动合同 那这是不是也要计算支付经济补偿了 那这时候你不能又娶媳妇又过年 你在原用人单位已经给你经济补偿的前提下 那你在新用人单位拿这个补偿的时候 是不能再计算了原来那个用人单位已经拿到那个钱了 就是那这里边大家也理解 这实际上是对用人单位的一个保护 也是一个合理的原则 你不能说又娶媳妇又过年 原单位拿钱了 你这个新单位解除终止的时候 就不能再重复拿了 很好理解 那同时要注意一些公益性岗位 其劳动合同是不适用劳动合同法 有关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规定 以及支付经济补偿的规定 比如我们像一些公交汽车站呢 对吧 一些公益性岗位扫街的呀等等 那他可能是为了解决就业问题 设置的公益性岗位 那这时候注意他不适用是他的关键词 好 像这样的问题 大家呢要熟悉一下 这是关于期限的问题 那么接下来的一个必备条款 就是工作内容和地点 对不对 你得跟签合同时 你除了知道是固定期限 还是无固定期限的 那还要知道干什么呀 对不对 你到底是人事的还是财务的 还是行政的 这个你得知道 另外一个你还要知道 你倒是在北京上班 天津上班 你老婆还是在北京呢 你非得安排到山东去 那你在签进合同 你得考虑考虑 是吧 那你得告诉我 至少说签进合同 这一段时间在北京 那结果后边那边 天津那边缺个总经理 那你派我去的话 那咱再商量 当然愿意去的是吧 所以这个工作内容和地点 它一定也是什么 必备条款 当然这里边没有什么干货 我们给框架性的东西 列示出来就可以了 好了 那接下来呢 咱们来看看 必备条款的另外一个 就是什么呢 工作时间 你得要告诉我 这个工作 到底是多长时间呢 是不是朝九晚五呢 是不是 好 那工作时间 也是必备条款 那这里边呢 我们就来研究一下 劳动合同中的工作时间 有以下几种方式 第一个呢 就是标准公时制 第二种呢 叫做不定时工作制 第三种呢 叫做综合工作制 好 那么这时候 我们分别来介绍 第一种 第二种 第三种 第一种 就是标准公时制 标准公时制 典型的就是咱们的 八小时工作制 大多数人都实行了这个 那么这个八小时工作制 一周休两天 五八四十 所以标准指的是 每天工作八个小时 每周工作四十个小时 这就是标准公时制 那好了 我们来研究一下 例外情形 如果说你不能保证 实行标准公时制 那这时候 我们做要求了 什么要求呢 你应该保证 每天工作 不超过八小时 每周不超过四十个小时 那就是总量控制 就可以了 那么每周至少休息一天 好 这是不是标准公时制 的一个例外原则呀 那么就有做了个 限制性规定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如果说需要延长的 那就相当于加班了 加班不能说 你从下班 一直让人干到十二点 天天这样 所以就有网上说的处死 这种情况 那也做了一个限制性规定 还是保护劳动者 什么呢 如果需要延长的 每天不超过多少呢 每天不超过一个小时 最多不超过三个小时 这是每天的加班工作时间 当然你资源加班 没人管你啊 这是一个每天的 同时有一个全月的总量控制 什么呢 全月不超过三十六小时 好大家要注意 一天是一到三个小时之内 最多不能超过三个小时 那么全月最多不超过三十六个小时 好那这有没有例外原则呢 有例外原则 如果你是需要紧急处理 影响生产和公众利益 那必须及时抢修的 以及法律规定 需要延长工作实现的 那就不在这个限制 那你像那个水电呢 交通那些啊 抢修的 那都是连轴转 累了 对吧 赶紧换一波人 累了赶紧换一波人 那就不能考虑时间了 以公众利益为核心了 是不是啊 那这个是特殊情况 所以正常情况的标准公时值 就是八五八四十 那么特殊情况也是 每天不能超过八个小时 每周不能超过四十个小时 而且至少要休息一天 另外一个就是加班的话 也不能厂盖的加 一个一三还有三十六 三天的一个小时 到三个小时之内 那么全月不能超过三十六个小时 好 这是关于标准公时 大家需要注意的问题 那么第二种工作时间呢 我们叫不定时工作制 不定时工作制 就是受它的工作方式的限制 没有固定的工作时间 主要适用于一些 因为工作性质和工作条件 无受标准公时限制的工作岗位 比如说我是客运司机 我是物流的司机 你说我要求八小时工作制 结果就开到高速公路上了 你看到点下班了 那你就走了 那行吗 不可以 对不对 或者说你开了就堵车了 咱们知道有时候一堵 堵了好几天 拉了那些菜都烂了 对不对 然后路上都没有饭吃 那你不能说到我来走了 下班了 你支撑飞机来接我吧 那不可能 所以不定时工作制 大家注意 它是由工作性质决定 而且这种不定时工作制 注意它也是没有加班费的 你在路上一读读两天 你说你给我算加班费吧 这没法算 它受很多性质啊 客观条件的影响 这是不定时工作的 还有第三种方式呢 叫做综合工时制 这是应用人单位 根据生产和工作的特点 以周月季等为周期 综合计算工作时间 那么这个综合计算 计算的时候 注意也本着一个原则 就是你平均日或者周的工作时间 要与法定的标准工作时间 基本相同 这是它的核心内容 日或周的与法定的 也就是刚刚的标准工时呢 是相同的 那这些呢 主要适用于一些季节性的工种的啊 它的合同中的工作时间的限定 比如说制堂厂的一些工人 那干着下来的 甜菜下来的 他就到加班加点连轴软 等过了这个季就不忙了 他是忙一段忙一季的 是吧 还有像一些海鲜产品的加工啊 是吧 海浦大虾什么的 你懂的 对不对 那青岛这个时间等等啊 就是开玩笑 就是他们都属于综合工时制 那么 哎 注意 他是有加班费的 那正常情况都要与标准工时相同 这是关于工作时间的三种方式 大家注意 再罗嗦一遍 标准的 不定的 综合的 好 注意各自的特点 你像在判断题里边 他可能说把综合工时制的概念价格到了不定时工作制那你注意这个区分就可以了对不对 还注意用概念的张冠里带判断性问题好这是工作时间你明白了我到底属于哪一种方式接下来你关心的什么呢 关心的是休息休假的问题 那么我们现在呢都不想给自己过多的压力本来压力就很大所以要一定有放松的时间 那除了工作以外的放松时间呢 有两大块 一类叫休息 一类叫休假 休息是什么呢 休息分以下几块 第一个中间的中午你要吃饭吧 好上午呢 上班中间有午休的时间 那也就是说 工作日内的间歇时间 是休息 对吧 下午再上班晚上回家看老婆孩去了 那这个呢 属于什么 属于工作日之间的休息 是不是啊 周一晚上周二晚上周三晚上等等这个 那还有什么呢 还有就是咱们说的 大礼拜天也就是公休假日 原来咱们都休一天 现在休两天了 对不对 好 那么这里边他都属于休息 中午休 然后下班 然后还有就是周六日 对吧 那还有一类叫什么呢 还有一类叫做休假 休假好了 一休假 咱们就黄金周了 对不对 就人挤人去顶点玩了 那么这里边呢 休假包括两个 一个是法定假日 那就人挤人 这个很多人现在都不爱出去了 那法定假日都包括哪些呢 那你肯定都清楚 因为你都在过这个 对吧 从新年开始 那就是元旦 元旦完就春节 这是两个年 新年 对吧 和春节都属于年的含义 对吧 然后呢 就是什么 五一十一 对不对 五一十一 这个呢 五一假短点 十一呢 是假长的 还包括像传统节日的端午节呀 中秋节呀 吃这些小吃的这些节日 这些呢 都属于法定假日 知道一下就可以了啊 因为你都过 所以这些 咱们都不做重点讲解 然后呢 说一下 还有就是年休假 年休假这个好 你可以避开高峰 有的人就是什么 就是国庆过完了 那人 你们都回来了 我请年假 我接着怎么去玩去 又便宜人又少 那这是什么呢 这就是年休假 那咱就来研究一下年休假了 年休假是个好事 那什么情况下 能享受这个年休假呢 一个条件 就是你功龄一年以上的 就可以享受这个年休假 注意啊 就是你为社会做了一年贡献 那汽车还有保养的时间呢 那这个人也在休息休息了 对不对 那注意这里边也含 物工的个体工商户 就是你给个体户打工 按道理来说 你功龄超过一年了 也应该享受这个代薪年假 好 这是大家知道 享受这个年假的基本条件 功龄一年以上 那第二个 这个年假有什么好处呢 这个年假的好处 就是工资不变 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代薪年假 就是说你出去玩去了 你不上班 你跟正常上班一样 工资是不变的 该怎么开工资 开工资 这是好事 对不对 好 那这就是第二个需要大家掌握的点 工资不变 那第三个 你肯定就关心了 什么关心了 呀这是好事啊 你看啊 只要我上班一年了 对吧 就功龄一年了 对吧 然后就能拿着钱去玩去了 那这时候到底能玩多少天呢 我们做一个限制性规定 给大家总结一下 这是分段论的 那这里边如果你是一年 不满十年的 那你看你可以画一个这个树轴吧 这是一年 对吧 这是一年 那就没有了 因为一年以内是没有的 一年以内以上才有 然后一年到十年 这是一个十年 然后呢 十年到二十年 然后就二十年以上 对不对 那么是不是分这么几段啊 一年到十年 十年的二十年 二十年以上 那它是一个五十十五 以五为倍数的 相当一个等查数列了 那么就是五十十五天 那这里边大家必须要记住 这个一年以下的没有 一年到十年五天 十年到二十年 十天 二十年以上 十五天 那么二十年以上 十五天 这个说 歇的就很爽了 为什么很爽呢 这里边就引出了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 在这个休假期间 十五天 那中间肯定含着礼拜六 礼拜天 这礼拜六礼拜天 算不算里边呢 大家要注意了 法定休假日 休息日 是不记录年休假假期的 一定要注意这个问题 非常好的事 换句话说 就是你功龄在二十年以上的 你着着实实修一个三五一十五天 就周一到周五是有五啊 三五一十五三 这才是三周 然后中间礼拜六礼拜天 你怎么呢 也享受 那加起来乱七八糟的 那也就小一个月了 这个月白拿钱还能出去玩 当然应该是消费了 那这个呢 是大家注意的一个问题 另外一个注意的问题就是什么呢 这里边说的十年一年呢 这指的是累计工作时间 这个累计工作时间 我刚才实际上也说了 指的是你为社会做贡献的年龄 也就是包括以前认知单位的年限 那比如说我在上个单位认知五年了 我在这个单位认知八年了 那这个时候我问一下 你享受的这个代薪休假是多少天呢 如果单独看五年和八年 那落在了一年到十年期间 但是我说的是为社会做贡献的 五加八就是十三了 那就落到了超过十年不满二十年了 你可以修的是十天 而不是五天 对不对 所以大家要注意这些特殊问题 累计工作时间 包含以前认知单位的年限 好 这些问题解决了 是不是啊 在上班时候就会遇到了一个很现实的问题 什么问题 您一次歇十五天 领导不高兴 那么单位工作耽误了怎么办呢 那这时候能不能说我今儿歇三天 明天歇两天 能不能分段去歇呢 我们说可分段 但是呢 一般来说 都是说就分两次就可以了 你别能这个想起来修一天 想起来修一天太麻烦 一般来说都分两段算 另外一个原则上是不能跨年的 说我能不能展着展着展着 等什么时候我修一年 我任性一把 我走一个说走就走的旅行 我全球环球一周 那不可以的 注意一般是不跨年的 如果有必要 可以跨一年 好 这都是一些约定俗成的一些规定 要求大家能够知道 好 这是一个好的休假制度 就是年休假 带薪 只要功龄一年以上就能享受 享受是这么一个竖轴 五十十五 对吧 能够知道这个竖轴 他 拿享受的时间 注意这里边 他是一个社会工作时间 另外一个 休假日 休息日 不计入年休假期间 着着实实的修 就可以了 那这个好的政策 有没有不能享受的呢 当然 有不能享受的 好 又有一个重点问题 不享受年休假的情形 包括哪些呢 第一个 你享受了寒暑假 休假天数 多于年休假 像我们一些老师等等 对不对 那都有寒假 都有暑假 四十多天 加七十多天 对吧 那加起来离开可能达到了百十来天 那这个时候就超过了这个年休假的天数 你就不能又娶媳妇又过年了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是请试假 累计二十天以上 那么企业单位按规定不扣工资 不扣工资 你不就带着新请试假了吗 那这时候 你这个试假 就把这个年休假给淹没了 你想一想 你请试假累计都达了二十天了 你已经享受 那个二十年以上该十五天 屁他还优惠了 那单位还不给你扣工资 单位挺好 咱也不好意思再休年休假 就抵了就完了 是不是这道理 这是第二个 那第三个就是并假 你请并假了 那这个时候 你就不能再享受年休假了 那这个并假是什么样一个条件呢 大家注意 他跟刚刚这个数轴有一个对应关系 只不过这个数字是以月为单位 他是二三四 刚才是五天 十天 十五天 这是二三四 如果你并假 那么累计的工作年限是一到十年的 那这个是对应的二 十到二十年的对应的是三 二十年以上的对应是四 注意这都是月啊 这是月 这也是月 而上面这个都是什么 都是天 好 那这个时候 你休并假 那个时间也比代薪年假时间长 那你也别好意思再请年假 对不对 好 试假二十天 然后又不空钱 那么 定价是二三四 都得记一下 整个这个数轴要求大家必须得记住 这是关于 年休假的问题 然后注意今天新增的一点 必须要求把握可以跟计算问题结合 说什么事呢 就是你职工新进用人单位 又符合享受代薪休假条件的 那这个时候 你当年度年休假 要按照你在本单位剩余的日历天数 折算确定 折算后不足一整天的部分 是不享受年休假的 这点呢 是合理的 来看看怎么折算呢 是这样的一个 赵某已满十五年 那满十五年 他应该有十天的什么年休假 对不对 他呢 2015年七月一号调到乙公司工作 提出补休年薪假的申请 那这时候他能修十天吗 不行 要注意他应该在圣离的日历天数中折算 那怎么折一个公司很好算 他应该修的是十天 那么一年三百六十五天都知道 乘以你在本单位剩余的日历天数 一百八十四天 你数 这个再数一下 七月一号开始 一百八十四天 那好了 那么只能修五天 你不能说 我到这儿有在修十天 不可以 这个是合理 这是合理的 好 大家呢 要注意这样的一个问题 休息咱们搞定了 工作内容搞定了 时间搞定了 接下来呢 咱们该设计钱的问题了 对不对 这个是核心内容了 那么钱的内容里边 大家注意 关于报酬和支付的问题 第一个 必须拿的是法定货币支付 不得以实物和有价证券代替 说咱们生产啤酒的工资是五箱啤酒 生产自行车的工资是三辆自行车 这都是不允许的 法定货币就是人民币了 所以这是第一个要求 第二个 必须在约定日期支付 有的单位上发信 有的单位下发信 不管什么 比如说你约25号发信了 那就谁 25号就给了 你别推欠 但这时候 势必会遇到这样一个问题 可能25号这天呢 正好遇到了休息日或节假日 那我们怎么规定呢 应当提前到最近的工作日发放 这有点意思啊 一遇到这个吧 好多同学可能靠这个工资过日子 那这个时候 他就想老板能不能给我提前发呀 别到时候 星期天以后再发 我还想买个羽绒服天儿天冷 老板呢 就周五就发了 你还挺感激老板 其实啊 老板是依法犯事 大多数老板呢 他就想拖到周一去发 其实算这点小利息也没有必要的吧 那这里边你注意啊 提前到最近的工作日发放 是一个规定 你这么做就对了 好 这是不是给钱的第二个约定啊 哎 法定货币不能是实物的 第二个呢 预兆节假日 休假日再提前 对不对 好了 第三个 这个钱给的时候 你不能半年开一次 不能一年开一次 或者是三年开一次 那就不给了 是吧 这里边要求工资至少每月支付一次 咱们这个大多数都是月薪制 但是如果你是实行周日小时工资制的 那就可以按照对应的周日小时来支付 我就干一个礼拜 那你就按一个礼拜给我就可以了 那在国外有很多周薪制 但我们国家大多的都是月薪制 这个呢 大家应该知道 好 这是第三点 第四点 对完成一次性临时劳动或某项具体工作的劳动者用人单位应按有关协议或活动规定在其完成劳动任务后进行支付工资 这也都是合理的 人活着干完了 该给钱给钱 对不对 好 这是关于报酬和支付的前四点 然后看第五点 就是特殊情况下的工资支付问题 怎么特殊情况呢 我们结婚有婚嫁 家里人有直系亲属去世了 有丧嫁 那注意在法定休假日和婚丧假期间以及依法参加社会活动期间都应该支付工资 对吧 你正常的修大礼拜正常的修五一十一 那这些该给人钱给人钱 你没有扣的 拿着我们按月开工资 没有扣的 对不对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可能有一部分公民呢 他享受特殊的假日 也就是部分公民放假的 变形的是三八妇女节 这个大家都知道 是不是 那么对参加社会活动或单位组织庆祝活动和照常工作的职工应当支付工资报酬 那这个时候 比如三八节周三下午 那你可能放假半天 那这个时候呢 你还上班 那注意 你开工工资给工资 你放假那些人也拿 你不放假的也拿 但是这时候没有加班费了 没有加班费了 这是一个特殊情况 但如果说恰恰这一天赶上了周六日了 你又安排人加班 那这个跟那个妇女节没关系 你就是周六日要人加班的 那怎么办呢 就应该支付休息日的加班费 这个呢 要求会算 比如说说某妇女啊 王同志啊 什么什么三八节这天 安排加班 正好又赶上了什么 问你怎么来支付他的这个工资报酬 那你注意这里边是什么 是这个周六日加班呢 注意这个问题 它可以转化成案例性的问题 这就是 第二个问题 好了 那咱刚才研究说 就提出加班费的问题 马上就想 这个钱怎么算 那咱们就来研究一下 这个加班费的工资标准 好 那么这个加班费是按标准工时的工资标准放大1.5倍 2倍和3倍 那么什么时候是1.5倍呢 你平时加班支付1.5倍 那么平时加班 单日不能超过一个小时 最多不能超过30个小时 那么每个月不能超过36个小时 对不对 那么另外一个就是休息日加班 周六日你要人加班的 那就是多少呢 是两倍 两倍 那么如果是法定休假日 比如赶上11 赶上51这一天 那你想有些统计岗位 那这一天经常加班 因为你看511 一般当天都会有一个什么 报喜吗 是吧 哪个地方怎么这么烈 然后零售额多少等等 这个呢 都要求像这些单位呢 像这种商场 要向当地的统计局去报这个数据去 所以呢 这个时候加班的人还是很多的 也有啊 那他说他是支付的是三倍的 那这里边的注意 你像这个休息日 如果说你给他安排轮休了 安排换休了 有的地方就倒休 反正就是你这流入力不洗 那个没休 对吧 加班倒账呢 然后下礼拜呢 你多休两天 那这时候倒休了 就不要加班费了 对不对 还是休息挺好 加班费这玩意儿 其实没多少 说你一个挣1万 你说是不是除以30 乘以那个加班费 不是 他是按那个基本工资给你的 那这个用人单位 签的都可细了 所以呢 要休息日挺好 对不对 就是说题外话了 所以放大1.5倍 什么时候 两倍 什么时候 三倍 什么时候 注意一下就可以了 好 然后关于这个加班费的问题 我在提示几个需要你们注意的这个问题 什么问题 第一个 实行计价工资的劳动者 做一价给多少钱 还有没有加班费呢 一般说这个大家都觉得没有 但是这里面注意判断性问题 实行计价工资的劳动者 在完成计价定额任务以后 由单位安排延长工作时间的 也要按上述原则支付加班费 本来我就干这个 我就想下班了 回家喝点小酒休息了 挺好 结果您非说赶活 因为我加班 要多干两个小时 您得多给我钱 要不我不干 就是这个意思 那这是一个大家注意 跟你通常理解不一样的 那么第二个 加班费很多单位耍赖皮 就不给 用人单位安排咱们加班的 又不支付加班费 怎么办 那有关部门要责令限期支付 预期不支付的 责令用人单位按应付金额 0.5以上 及一倍以下加付赔偿金 注意这里边的措辞 他责令说你给人家 你这个单位把这加班给人就了了 如果说预期还不给的 才有一个 加付赔偿金的问题 一定注意这个问题 不说不给 完了这个 你去一告人家 他就要求 你就要求给人加付 这个赔偿金 不是人家乖乖给你了 人保不气也忘了 知错就改 就是好单位 对不对 那这个时候 大家注意 第二个 就是0.5到1倍以下的赔偿金 这个呢 是要记一下 好 这是关于劳动报酬里 大家非常关心的 加班费的问题 知道1.5倍 两倍三倍 知道这些问题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一个劳动报酬里边 有一个保护性的措施 这就是最低工资标准 就是说 你在我这干活了 我最少给你的钱 不能少于这个 少于这个 国家都不干 有人管着你 对不对 好 那这就叫什么 这叫最低工资制度 那么最低工资制度 大家注意 有几点需要说明的 你比如北京的最低工资标准和天津的不一样 对吧 各地有各地政府规定的最低工资标准 那这时候就形成一个这样的情况 什么呢 可能你的合同旅行地在北京 但你的单位注册地在天津 也就是说你在天津招这个人跟他在天津签了合同了 然后派到北京来进行工作 合同旅行地在北京 那么这个时候 二者出现不一致的 应该按合同旅行地的规定来执行 也就是按北京的来 除非你俩在签订合同时约定了 这个最低工资标准就按天津来 那就按天津来就可以 也就是有约定 遵从其约定 好 那么这个大家注意 合同旅行地 一单位注册地不一致的 那个单位工资标准 按合同旅行地规定执行 这是判证性的考点 要求大家知道 第二个就是最低工资标准 你如果说按这个以下的给这个劳动者支付工资了 怎么办呢 行政部门责令限期支付期差额的部分 最低工资标准 说这个一共1800 你给人支付1700 你就要把这100补齐了 你看注意都是改错就是好单位啊 你得令限期支付差额 如果预期应不支付的怎么办 又跟刚才那句话一样了 跟加班费一样了 你还不给 那这个时候 则令你加付赔偿金 多少呢 0.5以上 一倍以下 跟刚才这个是一样的 加班费不给不行 低于最低工资标准也不行 好 这是第二条规定 然后看第三条规定 也跟最低工资标准有关 最低工资标准实际上是保护劳动者 有一个基本生活的这样的一个保证 那这个时候呢 可能出现这种情况 你呢 给单位造成了损失 造成经济损失 那正常你肯定要赔偿的是吧 那赔偿单位就要从你工资里扣 扣的时候 大家注意了 不能说你给他造成2000块钱损失 他啪 这2000块钱 这个月你就2000块钱给你扣了 那老百姓怎么生活呀 那没有这么不人性的 我怕你走都给你扣了 也不合法 那这个时候做了一个限制性规定 你对用人单位造成损失的月扣除额 要小于你工资额的20% 也就是你要保证他拿到80% 那这时候出现一个问题了 你扣完这20%以后 可能他拿的钱就少于最低工资标准了 那我就又做一个限制性规定 你扣完20%一定不能 就是这个剩余部分 一定不能低于最低工资标准 如果低于的话 那你只能按最低工资标准给他发放工资 那就可能出现什么情况 你当月扣的那个部分 肯定没有达到20% 因为达到20% 那就低于最低工资标准 所以呢就要怎么呢 哎就以最低工资标准支付给他 所以一句话 劳动者给单位造成精子损失 在扣除赔偿金额时是双约束 前提条件 第一个约束条件 一定不能低于最低工资标准 扣完低于这个数是不可以的 啊 如果满足这个条件的话 你最高也不能扣20% 然后我们来看最低工资制度主义呢 今年增加了两点 第一个就是说 最低工资不包括延长工作时间的工资报酬 以货币形式支付的住房和用人单位支付的伙食补贴 加班啊 中班夜班高温低温等特殊工作环境的津贴补贴 那注意啊 那些不能算在最低工资标准中 说你唯没违反最低工资制度 然后说不没反应啊 你看他加班费啥 我都给加起来 加起来超过最低工资标准 那你这种说法就错误了 他是不包括的 这是一个需要注意的 第二个 最低工资标准一般采取越最低工资标准和小时最低工资标准的形式 如果你是全日制就业的 那就参照的越最低工资标准 如果是小时工的 那就是用什么 适用于这种非全日制的 他就按小时最低工资标准 那你像麦当达的工 那你一定要知道他北京市规定的一个小时不能低于多少 一般他们执行的挺好 差不了多少钱 犯不上 搞那点事 注意这个呢 就好理解 这是两个新增加的 那么除了这种劳动报酬这种必备条款以外 还包括一些社会保险呢 劳动保护啊 劳动条件呢 职业危害防护啊 以及一些其他的必备条款的事项 这些呢 我就不给大家一一展开介绍了 但是你要注意这些都属于必备条款 劳动保护没有不行 劳动保险没有 不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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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